见过我的人 都觉得我很正派 但实际上呢 我是一个 非常追求小众的一个女孩 我平时的爱好呢 就是唱歌 跳舞 旅行 动漫配音 今天开场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留一个 小的悬念 因为我会有一个 非常好玩的开场 拭目以待吧 我以为你们只做 胡萝卜的 什么计划 我们去追踪午夜好叫 好啊 怎么追 认识这家伙吧 跟你说了我谁都认识 巧一巧 看一看 你想看的片我这都有 上样的我有 没上样的我这也有 八五折怎么样 八折 你说个家人 别走啊 我上场亮相之前的 这个动漫影视配音的 这个设计啊 我想让各位老板觉得 我和大家不一样 先未见其人 先见其身的话 这样会对我的一个 期望值会比较高一点吧 张一帆 女21岁 甘肃人 浙江传媒学院大四 波音主持艺术专业 现场的各位老板 各位人力资源专家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陀磊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叫张一帆 一帆丰顺的一帆 是一个可以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西北姑娘 我来自美丽的丝绸之路 甘肃张业 现在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 波音语主持艺术专业 我是一个风格非常多变的人 但是不善变 是一个非常追求小众的人 但是却不非主流 我非常信奉一句话 生活可以随心所欲 但是不能随波逐流 因为我就是想和别人不一样 我就是要独树一枝 现在我担任我们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电视台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但是我自己还拥有两档独立的节目 我今天来的求职意向是 和传媒类相关的行业 首选是在新媒体 可以在台前工作的 主持人主播之类的工作 其次创意类和策划类的工作 我都可以胜任 谢谢大家 笑话一般都是很纯的 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 超短裙是吧 但是这样的笑话 其实还挺少见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 可能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一个非常正的 感觉真的是三观又正 长得又正 这些笑话是长得很正 你发现她很痴 很痴性 那你们学校是不是应该 也有很多高颜值的女生呢 我们的寝室楼里面 住的全是美女 你排多少 我觉得吧 我跟她们不一样 我觉得我是一个 和她们追求不一样的人 你追求什么 她们追求什么 我觉得她们都是千篇一律的 我是独树一帜的 她们哪千篇一律的 她们我觉得都长得一个样子 长头发 大眼睛 小脸 高鼻梁 长腿 我觉得不仅是外表不同 而且我觉得思想上 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我的内心是一个非常追求小众 追求创意 追求策划的这样一个人 我可不可以把这段话 俗一点地翻译一下 看你是否认可 好 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你不是那么千变一律的整容脸 同时在内心深处 你还有更多的对事业 对精神价值的认同 因为我觉得 她们都很美啊 但是这样的美 见得太多了 就有点深眉皮了 这样说话就有点虚似吧 你的意思就是你比她们有灵气 就这意思吗 对不对 说白一点 有点自信也没关系 我好连皮 你在大学去接过什么活吗 我平时 我平时不会去接一些 像那种街上的商演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没有对我的能力起到什么提升作用 而且还很浪费时间 这样的时间让我去赚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 我不如在寝室看书 这也是三观正的一个方面是吗 我觉得是吧 但我觉得其实做一些商演和录音 其实挺能锻炼人又能有收获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我觉得我接的一些 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活动主持 也可以锻炼自己 接少量的这样高端的主持 我也不愿意去接一些 你理解的高端是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做的台湾老板 我们做的今天 并不是说我们一出发的时候 我们就多么多么的优秀 我们能做的今天 我们之前一定是做过很多 所谓的低端的活 才一步步走到这里的 对 我知道 但是因为我在一直在观察 你的内心中是 你强调自己三观正 在另一方面 你又追求高大上 但我们非常怀疑的是 你是否能完全要做事情 他觉得我有点自视清高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 因为我毕竟是不想做 就是浪费时间 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如果我现在步入了社会 我在这个公司 公司给我分配的工作 我是愿意去做的 如果是为了挣钱 又有何不好呢 关键点不在于这个 关键点在于张一帆 内心当中有一杆秤 和一个隔离墙 这个隔离墙 比如说他在描述 自己和同寝室的 其他的女生的时候 同时他在认为 这高端的这种所谓的活 和所谓的商演路演的时候 他也用一道隔离墙 把它隔离开来 认为这是高端的 那是低端的 就是这个隔离墙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是不是影响学习 你的分类让我们觉得有点 你有档次的这种风格 我想说一个我的感受 从面试到现在呢 就感觉你有点装 但是呢 可能这不是你的真实的一面 其实作为我们 作为老板来讲 我不愿意选择一个 你如何与他们不同 我更选择一个 你能如何融入到 你的同学中去的那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 你表现出来你更优秀 这样的人可能 是我们更喜欢的 好 接下来我们 第一轮选择去国流 还有九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 我有猜 谢谢老师 陈浩为什么灭灯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正的人 应该是不会忽悠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你肯定的 首选还是电视台 这在座的十二个 没有电视台的 给不了你心里 最想要的那岗位 所以即使真来了 也就是走过过场 体验一下生活 所以我觉得意义不大 所以我觉得 出于用人的风险考虑 我觉得确定还是灭灯 真正想听你的答案了 你到底是想来干嘛的 我是想来找一份工作的 因为我特别 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找一个 就是我其实自己 想做旅行节目 好 你想做这样的旅行节目 那是不是应该首选 卫视或电视台 或者某一个节目组 而不到我们企业中来 嗯 是的 对啊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求职呢 我其实就是因为觉得 现在自媒体新媒体 就像一个互联网时代 在互联网上去做一些节目 可能收看的人更多 也更加就是能够传递 我自己心里的 这样吧张一帆 我这么个问你 你是浙江传媒学院对吧 对 那么如果在浙江卫视 和一个类似于像 暴风影音这样的很有名的 这种网络媒体平台相对比 同样是一名主播的位置 咱们平心而论你会去哪 我想去暴风影音 你想去暴风影音 好 我就暂且相信你这句话 这有bug 因为你想去跟他需要你是两回事 对 因为现在做自媒体 基本都是找这种网络达人 对吧 本身就有旅游 这个影响力的人 所以你其实明显不具备 你只有主持能力 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多嘉宾呢 给他有很多太多的投射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去测试 其实基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不自信 那我们做这个新媒体的呢 我们也可以说两句 我们其实很需要这种有骨气 有自己特色的一个人 我们不带有偏见的去测一个人 但是你从他简简单单几句话 你说你听出了他的骨气 所以在没有看他的才艺之前 不要先往下定论 先进入职场测评 看一下今天给你的题目是什么 你认为想在职场当中 获得成功的首先要素是什么 A 学习能力 B 丰富的行业知识 C 可以做公司中层领导 D 任劳任怨不怕吃苦 我觉得是A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在职场中 他的快速学习的能力一定要强 这样才能在就是 你新接到一个工作的时候 尽管你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他 你也可以很快速的去学习 从而就是很快速的能上手去做这个工作 从而能够做得很好 我觉得学习能力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是快速学习的能力 按照你的性格特点应该直接选C啊 因为在职场中获得成功 A B D 都是必要条件 但我以你怕前期的判断 你也应该选C的 你明显违心了 刚才被打压了以后收着点 选A肯定是不会遭骂的一个选择 但是实际上从理科罗线来讲 A其实包含了B C D 我觉得 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 她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女生 也很讲究效率 当然了 她也很渴望去获取自己成长 真的 大家可能觉得你应该选C 可是你又没有选 我真的是想选A 因为我觉得快速学习能力我是具备的 然后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你不选C是因为觉得你自己现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 如果你有一定的职场经验 你一定会选C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不 不 不 你要不站在这舞台 你直接就选C了 不会的 我觉得我感觉到一种不对的味道 大家在说这个一方可以选C的时候是在嘲笑她 小丽 第一个咱们没有任何嘲笑 没有任何的面试 因为我也选的是C 我只是希望她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认为我希望 因为我面试为什么给予这么大的压力 大家装着进入职场 谁都可以 但是当工作派给你那一天 你再也装不了了 所以我希望看到 如果我招聘一个员工 我看到她最真实的自己 我倒宁愿看到一个有野心 想去向上的一个员工 而不愿意在我面前 看到一个永远是伪装的一个员工 那你就没看懂她 她从一开头就是因为真诚 才说我不愿意做那些事 我认为你的观点站不住脚 你可以把别的老板的观点看成了嘲讽 恰恰你带着有色眼睛去看别的老板 我们是非常真诚地 给一帆建议和告诉你 如何在职场中将来要站得住脚 有效的 我认为她比你真诚 而且 那是你的观点而已 其实你们俩 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们俩吵来吵去跟选手 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实人家已经表达了 没错 因为她是个新人 啥都没有 所以她只能有学习能力 还有呢 其实 反过来说如果她有一定的经验 她进去就可以选忠诚 我们听一下专家 她为什么没选C 嘉勇总 她为什么没选C 是因为C 不是她心里所要的 中层领导 我觉得她看不上 满足不了她 对 满足不了她 她真的是一个 还是女人懂女人 她真的是心里有很大期望值的人 其实这个 你选这个 证明你还是有一定成父的女孩 对吗 你怕错 你希望你所有的形象出来 都是光鲜亮丽的 正确的 这个老师 你说话我特别喜欢 特别直接 我也喜欢你 对 那个其实她挺好的 我觉得各位老板要挖掘她性格的亮点 不一样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希望有不一样的人出来 哪怕你真的跟人是一样的 但你觉得你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种 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表达出来这个 就是一个智慧的话 就是一个创意的出现 一帆 你做过出镜记者吧 我做过 你现在做一回出镜记者 来报道一下现场的情况 就刚才这一番争论 对你的质疑 好吧 好的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 这个舞台的录制现场 刚才上台的是一位名叫 张一帆的女孩 她来自浙江传媒学院 播映与主持艺术 想在这个舞台上 找一份适合她自己的工作 但是由于她可能 自身的表达的问题 让各位老板对她 产生了一个质疑 但是呢 我觉得她可以通过 在日常生活中的努力 或者是说在接下来 这个环节中的一些表现 能够让这些老板 对她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好的 这里就是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 舞台上的全部情况 谢谢大家 太棒了 刚才谁说太棒 我们就说太棒了 我说的 还有我 我跟你说啊 刚才的出镜记者的报道 只是说了一个 简而欣赏的一个形式 对 我刚才让她是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板对于价值观的碰撞 一点都没提到 没有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现场报道 没内容 人家反应速度挺好的 你放在互联网上挺好的 快起来 快起来 咱们能不能不要同事 为什么受到了质疑 哪些方面受到了质疑 老板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中度 一点都没说到 这有什么意义 特别认同 我刚才给了 其实张一帆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借这样一个出镜主持 没错 来回应一下大家的看法 对 以及我在接下来 我要做到的改变 意识到我的问题和我的长处 没错 你完完全全把这个 像个过场一样走过去 没抓住 没有任何的实质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那个 伊凡的性格呢 他倒不适合去传统打怪升级 今天做到初级 明天做到中级 做到高级 我觉得这种路子呢 可能对一个人的创造性的 局限性还会有点大 但是那些真正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你像我们投资的艾克莉莉 这个也是当红的网红 那你看他那个套路 一般人就是 很多人在下面说不好 也有很多人说他很好 很多人觉得她是 越南一线的女明星 这就够了嘛 但是你没说那些 9394的主播好 是为什么 原意是什么 你并没有说 你只是强烈 只表示了你的个性和不满而已 没错 直接这样平移过去 是产生不了这个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呀 好吧 二千年祸害了一个小年轻人 这伊老板要留灯 那是他自己的权利 没有问题 他没有你们的观点 他有他的观点 有些观点始终能够 经历得起生活的沉淀 和节目的考痕 也不要去争论了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了 还有六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我有一项给你提供的职位 就是视频的这个 这个客户运营和这个主持 我愿意给你我们品客 情商管理高阶班的活动主持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我给的首位呢 是我们集团下面 叫多居APP 也是要做一些 就是90后 95后 他们爱玩的一些 这种节目的策划 第一个阶段呢 我给你提供一个岗位 就是做自媒体的 创意类的这个策划的部分 然后慢慢呢 我觉得你经过两三个月的过渡 你可以操盘一个自媒体 那酒娱乐这边能给到你呢 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位置 从制片人助理开始做 那我们可以提供的职位呢 其实是旅游目的地的体验 加上主播这样的职位 因为未来内容的产生 都会做很多 这个有关视频方面的 好的 谢谢 有请冷雨璇 一光续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您说的 因为我的那个岗位是 一开始是做策划 对吗 做一个 就是你不是刚刚你说 你就旅行比较兴趣吗 做旅行类的 一个品类的规划 媒体内容怎么去拍摄 然后创意怎么去搭建 好的 谢谢 来 把另外八盏灯都亮起 有没有剩下的八盏灯当中 哪位老板的薪酬 可以高于五千的 六千 刘家勇六千 严陆 七千 还有没有 我也相信你一下 七千 一番你要看看 这些老板的嘴脸 还有没有 人家拍你拍得最狠的 然后最后都开高架 对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有没有高于七千的 现在 五 四 三 二 一 留下陈浩和严陆的灯 其他全灭掉 好 现在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是否考虑出七千薪酬的两位老板 陈浩和严陆 其中的某一位 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请考虑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的决定是 嗯 不变吧 不变 为什么 我可能是一个目的性比较强的人 我想去做的我就要去做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 这一点我挺欣赏 因为在我们最后这个环节的变动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选手的那种欲望和人性得到了极致的挑战 但是呢能够坚持初衷的真不多 这一点为你点赞 谢谢 好 再接下来你再思考十秒钟 在这两家企业当中做出最后的抉择 开始 时尚至爱 飞薄共创 或者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飞薄共创 是吧 谢谢 我觉得今后我如果进入这家企业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发挥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会更多一点 但是我也比较追求团队合作 我希望两者可以共赢